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美丽的大连 温暖的港湾 浓浓的亲情 抚平了怎样的心灵创伤 三个陌生的孩子 遥远的归家之路 是什么让他们走出自闭 敞开心扉 特殊的六口之家 超越血缘的亲情 面对磨难 他们又将收获一份怎样的勇敢与坚强 和平年代本期为您讲述 路长 情更长 各位观众大家好 欢迎收看和平年代 我从遥远的玉树来到你的故乡 悲泣的隔三花仿佛重见光芒 感谢你给我的关怀 给我一个家 一个有爱的天堂 这几句歌词来自一首名为《路长情更长》的歌曲 这首歌是一名草根歌手周勇 专门为大连市一个特殊的六口之家而谱写的 周勇也是大连雷锋班的创始人 从2003年至今 周勇一直默默关注着弱势儿童的成长 那么这一次他为什么要给这个家庭谱写歌曲呢 这个家庭当中的孩子又有哪些特殊的地方呢 今天我们就带您一同走进这个六口之家 去感受一下他们的家庭生活 把这卷起来 把这个边对上 先这样捏一下 然后这一边 每逢周末索南与卓马就会非常开心 他们又能品尝到格桑妈妈 与韩爸爸精心为他们包的饺子了 温馨的晚餐之后 索南给远在玉树的妈妈写下了自己的心里话 亲爱的妈妈 我是你的三女儿索南曲忠 我非常的想念你 我在大连过得很快乐 学习也一天一天的进步了 韩爸爸在寒假和暑假期间 带着我和弟弟妹妹一起去看电影 还带我们去发现王国动物园去玩 让我感受到了有家的温暖 从刚到大连时的体弱多病 到如今的健康活泼 从两年前的自闭胆怯 到现在的开懒自信 索南与妹妹着马经历了一段非常艰难 但却充满着温暖与幸福的心路历程 带着对玉树妈妈的牵挂与思念 索南仿佛又回到了她美丽的家乡 家乡玉树有着温暖的天 洁白的云 辽阔的草原和成群的牛羊 在索南的心中 玉树就像梦中的天堂一样神圣 卑丽 令索南高兴的是 韩贤德爸爸也与自己的家乡玉树 有着不解之远 1990年 18岁的韩贤德从家乡大连参军入伍 成为了青海省玉树 藏族自治州某部的一名战士 1995年 君晓毕业后的韩贤德 解厚了美丽的藏族姑娘 格桑巴吉 两人喜结连礼 四年后 儿子韩帅姑姑坠地 2008年 由于韩贤德的高原病越来越严重 他从玉树调回到大连第一干修所工作 一家三口过着平静 而又幸福的生活 2010年4月14日 玉树藏族自治州 发生了7.1级地震 韩贤德与妻子的内心 再也无法平静下来 由于工作的需要 韩贤德留在大连 妻子格桑巴吉先到玉树 成为了一名志愿者 4月23日到清海 在那儿去 每天买点肉啊 买点粮食啊 然后去蒸馒头啊 做一些吃的啊 然后送到每个医院去 地震后 格桑巴吉在医院见到索南时 就从他的眼神中 读出了一丝恐惧与胆怯 格桑巴吉的父母和索南父母 是多年的朋友 索南原本有一个幸福的家庭 但是这场无情的地震 让他失去了父亲 和八个月大的弟弟 母亲也落下了终生的残疾 6月23日 格桑巴吉带着索南和另外一个也在地震中 失去父亲的两岁孩子桑周 回到了大连 第二天 韩贤德便向单位打了休假报告 从大连来到玉树 加入到志愿者的行列 在担任志愿者期间 一位名叫卓马的小姑娘 深深触动了韩贤德的内心 八岁的小卓马一边忍受着连日来高烧所带来的病痛 一边承受着失去母亲的心灵创伤 一个月后 韩贤德假期将满 他准备带着小卓马一同返回大连 此时格桑巴吉在大连的甲州 已经为卓马收拾好了房间 准备迎接这个女儿的到来 我刚进门 我看到妈妈在那个桌椅子上坐着 然后一直等到凌晨一点 我回不到家里 我感觉她很亲切 我又回到了玉树的那个家 原本的三口之家扩大成了一家六口 虽然韩贤德与妻子感到焦虑的 不是生活上的结局 不是孩子们的水土不服和语言不通 而是两个女儿的自闭与忧郁 我问她话 问十句 她回答不了一句 要么用摇头和点头来回答 就是特别胆怯 她的内心特别 好像没有什么安全感 饭桌上你不可以再加菜 她自己不会加菜 就甭一碗米饭 从头抽到尾 那个来了生日以后 她都躲起来 不会见面 你整叫都不出来 琢磨胆怯自卑 韩贤德焦虑万分 她一边带着琢磨放风筝 看大海 走进大自然 一边从她学习和生活的点滴入手 逐步建立琢磨的自信心 我就经常鼓励她 她哪怕今天 她一个字 作业里面一个字写好了 我会给她表扬一下 或者是她今天起床 把这个床铺整理了 我也会表扬一下 只要她有稍微一点的进步 就给她一点鼓励 让她梳理一些自信心 我给她买了一些树 赵海迪的树 还有没有钢铁怎么念成 就是这些立志的树 就让儿子明天给她读 读完天她自己读 而此时的索楠和妹妹卓马一样 内心也充满了犹豫 晚上睡觉的时候 眼前就会想起 跟爸爸和妈妈一起 时候那些美好的时光 然后觉得现在已经没了 再也见不到爸爸了 所以就哭不想哭 为了给孩子们营造一种温馨的氛围 格桑巴基专程到西宁 为孩子们订阅了可供一年四季穿戴的脏袍 并且教他们唱歌 带他们参加演出 让孩子们沉浸在音乐的世界中 忘掉昨日的伤痛 祝你给我的咖啡 祝我生命希望给我一个家 一个友爱的天堂 让我把那天气大大 伤伤到你身旁 希望他能为你 带来信你爱吧 和吉祥 楼上你的天堂 的安静荣誓 日子一天天过去了 索南一天天变得开朗起来 脸上也渐渐绽放出了灿烂的笑容 但是弟弟小桑周却因为严重的水土不服 经常生病 韩显德只好把他送回玉树岳母的家中 而此时的琢磨也仍然沉默寡言 心事重重 我儿子喜欢溜纸条 我想这个方法他不说话 不表达 用笔写的兴致给他溜 刚开始我和我儿子就给他溜了一个纸条 上面写着爸爸妈妈很爱你 然后上面还写着你要走出敌人的应用 还要振作起来 当时我看到那个就很激烈感觉疯了呢 很感动 就这样 韩显德每天给卓马留一张纸条 把关爱与鼓励通过一张张小小的纸条传递给女儿 卓马虽然性格内向不善表达 但是爸爸的两口用心 卓马全都珍藏在心底 在这份深沉的父爱中 卓马渐渐走出了恐惧 敞开了心扉 从写到说 然后爸爸叫我照着那张纸条读给他们听 然后我后来也慢慢地爱说话了 也还跟爸爸慢慢交流了 正当一家人分享着锁南与卓马进步的喜悦时 不幸悄悄进临到这个幸福的六口之家 锁南被查出患有严重的身病 如果不去及时去治疗的话 那以后就是尿毒针 当时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 我在那个医院大厅 我觉得那个楼整个都在转 自从2008年格桑巴吉跟随韩倩德来到大连以后 一直没有工作 家中的开销全靠韩倩德一人的工资 2010年三个孩子相继来到大连 家里的生活变得更加拮据 为了贴补家用 格桑巴吉做起了护工和保洁员 为了凑齐十万块钱的手术费 韩倩德准备把家中的汽车卖掉 来给索南治病 就在夫妻二人一筹莫展的时候 大连第一干修所的官兵们 向他们伸出了热情的援助之手 在这个七月中旬的时候 我们沈阳总院 到大连这一片呢 进行为老干部的疑难杂政 来咨询现场办公 我当时呢就借助这个机会 就把韩倩德家里的遭遇 向他们做了回报 他们回去的本周 就给我来了电话 让韩倩德带着孩子 尽快去沈阳 进行住院治疗 吃住 说余的手术医疗费 全部免掉 经过大家的齐心努力 索南的手术非常成功 当他从手术室里 推出来的那一刻 隔三八级 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的感情 眼泪夺困而出 我就当时真的 转身我就跑到冰房到 我已经简直哭了一场 我觉得哎呀 真的好像就是中了大彩票似的 哎呀我觉得真的 总算是救过来了 我有这种感觉 我觉得如果这个孩子 在寓室的话 那有可能几年以后 他真的是要离开这个人世间的 但是到这儿来以后 我在想的 虽然自己有的时候很苦 但是 等于就是 救了他的这个命 我觉得 哎呀我自己就做 觉得自己做的这个事情 哎呀 更确定的觉得 哎呀 自己做的真对 哎呀很开心 在这两年里面 然后从一个三口之下 变成一个六口之下 感觉就是 一下子就感觉好像 变化 就是挺大的 然后 也同时感觉到 这个变化里面的快乐 自己也感觉到 十分的温暖 好像 真的就是 好像又 在我老家一样 都洋溢着 就是我们造作那种 特有的那种亲情 一年年花开花谢 左南和卓马 在一次次磨难中 语发变得勇敢与坚强 它们犹如盛开在高原的 隔三花 虽然经受风雨的洗礼 但是依旧阵放出 别一样的美丽 这两朵美丽的小花 也在用自己的方式 回报着给予它们阳光 雨露的春天 路上的基地 是你为我的虔诚 打起了太阳 阿玛 自乡的阿玛 阿玛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大连 大连是一座美丽的海滨城市 对于高原的孩子们来说 大海的壮美与神秘 让它们心是神往 每当左南与卓马 又悄悄化时 它们就会来到海滨 向大海 诉说自己的心声 我爱你们 爸爸 爸爸 我爱你们 爸爸 爸爸 我爱你们 採访完这个特殊的家庭 我终于明白周勇把这首歌叫做路长情更长的良苦用心 从玉树到大连 从高原到海滨 索南与卓马走过的不仅仅是三千四百公里的距离 它们经历的更是一段由磨难到幸福 又脆弱到坚强的成长历程 生活的坎坷让这几个孩子越来越坚强 亲人们的关爱也令他们越来越阳光 作为电视人 我觉得很幸运 能够记录下这份美好 这次大连之行 我们讲述的不仅仅是一个家庭 一段故事 收获的更是一点温暖 一种坚强 和一份超越血缘的亲情 其实除了收养索南 卓马和桑州 韩信德与妻子格桑巴吉 还资助了其他十几名玉树的孩子 在采访的间隙 索南悄悄告诉我们的编导 他长大了 想成为一名歌唱家 弟弟韩帅善弹吉他 妹妹卓马会弹钢琴 他们想在爸爸妈妈的金婚庆典上 为他们创作一首歌曲 回家 以此来感谢爸爸妈妈 给他们关怀 给他们希望 给他们一个温暖的家 一个有爱的人间天堂 好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节目 再见 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声明禁区赠北高远 一个检察长为何兼职当起了免费医生 坟前劣势 实质不渝 行医送药的背后 拥有着哪些动人故事 和平年代 下期为您讲述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